本届雅加达亚远会是中国南篮实施崩轨模式,以来第一次参加的洲际赛史,所以篮管中心非常重视,同样也备受外界瞩目。 本次中国南篮方面,派遣出红队应战,由篮协主席姚明亲自督阵,担任领队的姚明江和红队主教练李南,以及场上12名国资号球员,一同皆负起为国争光的重任。 本次大赛开始之前,为了能够圆满完成夺金的目标,红队还从NBA召回了夏季联赛上表现出色的火箭球员周琪,与此同时和独行侠签下训练营合同的丁燕宇航也即将商与付出。 可以说两大NBA级别球员的回归也让红队夺冠希望被分,赛前这支球队的大名单的球员有周琪、丁燕宇航、刘志轩、赵瑞、赵泰龙、于长洞、方硕、阿布都沙拉木、董汉林、孙明辉、王哲林、赵继伟等12人。 但是昨日中国篮协官方突然发布通告,由于赵继伟在训练中左脚,出现骨裂的伤病情况,他将十分遗憾地无援本届亚运会,而他的位置将由八一男篮主力控卫田宇相顶替。 继伟作为队伍里唯一的纯控卫,他的退赛对于智在冠军的男篮来说打击不小。 上赛季CBA常规赛期间,赵继伟打了35场比赛,场均出战27分钟,可以砍下8.7分4.7助攻2.7篮板1.9强断的数据。 继后赛期间他更是跟随辽宁一路过关斩将,最终大比分次比林横扫浙江广煞,赢得了队史首座CBA总冠军。 他的阴伤,却正对于中国红队来说,不仅是找了一位可以持球创造进攻的发起点,继伟毕竟拥有国内首区一指的出色大举观,同时内线顶梁柱周琦还没了,可以随时输送炮弹的左膀右臂。 毕竟这两位从国庆期间就开始连内搭档的老队友早已是默契无间,不仅是关于主力球员的变动,早前宣布退赛的菲律宾南兰,也受制于国内舆论的压力宣布加入,他们经过亚组委调解最终将加入中国队所在的低组。 此前,由于巴勒斯坦南兰的退赛,中国红队同哈萨克斯坦本来已经提前晋级淘汰赛,小组赛只需要双方打一场来决定谁是小组投名,如今随着强敌菲律宾的加入,出现形势又重新变得扑朔迷离起来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